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其实人生就是一种平衡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实际上就是想取得一种平衡 因为你拥有了这个 你一定会失去或者错过那个 所以有的时候你在人间什么都想得到 结果往往的你会失去更多 因为你的心里不平衡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有时候不要奢望 在人生中拥有绝对的公平 好像这件事情一定要公平 实际上公平这两个字 就犹如天生中拥有绝对的公平 一端付出的越多 那么另一端承载着更多的希望 就像任何朋友跟朋友之间 家里的夫妻之间跟孩子之间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每个人只要成熟的多 他得到的希望也就更多 所以我们有时候处于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矛盾 或者人生在走向低谷的时候 我们不要太悲观 因为我们最终还是会越过一个一个障碍 往上走 而置身于低谷的时候 我们不要失望 在你置身于人生顶峰的时候 你也要想到这是暂时的 我们不要忘乎所以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到顶峰 或者在单位里能够坐一个很高的位置 他最后还会要想到自己可能会下来 所以人生不要过于执着 平衡的心态 让你能够好好学佛 有的时候你选择了 自己做一些努力了 坚持了 你走过了这条路 你无愧于心就好了 所以人这一辈子 无非就是走在自己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每个人都在走人生的过程 荣华花间路 富贵草上霜 一切都是虚幻 所以拥有的多可能给你会带来更多的压力 可能会给你造成更多的烦恼 所以我们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人生 应该顺其自然 我们应该懂得 什么叫随遇而碍 所以白化佛法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在人间很多东西 不能看得太穿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看穿了 自己会心痛 有的时候有一些烦恼 能够随缘就好 在佛经里面经常有一句话叫 不可说 很多世界上的东西 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也就是说 你心里能够感受到的东西 并不是代表你一定能够写出来和说出来的 那种内心的感受 那么内心很多的境界 并不是写得出来的 就像我们每个人学佛的经历一样 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 那是一种悟性 那是一种觉 那是一种受 所以去修心 就是觉悟自己这颗心 所以佛陀教化众生 叫我们要抛弃 妄念 执着 我们人不可以执着 不能有妄念 所以佛陀教我们进入飞响 飞飞响的状态 飞响 也就是说 我们要懂得飞响 飞就是不 不是的 你比方说不去做什么 飞也不去做 不要这么做 飞 飞响就是不要去想 那么飞飞响呢 飞响就是不要去想 但是呢 又不是不要去想 也就是说 你不要去想 但是你又并不是进入了完全不想的境界 这就是靠你的觉悟了 所以世界上很多事情 你做也好 不做也好 有的事情可以做 有的事情不能做 实际上又可以做又不能做 又想做又不能想去做 这就是人生 我们说要靠理解和你的悟性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啊 我们人 为什么很多东西不能说 因为当你想说的时候 你有自私心在里面 你有妄念就在你想说的话里面 所以任何人只要说出来的话 他一定除了这个说话的目的之外 他还会有很多私心杂念 包括我要显化 我讲了这句话之后 我会有一些 这个嫉妒心 贪心 愚痴心在里面 每一句话出来 都会带着一点妄念 或者我讲这句话 我要有私心上 我能够感受到什么 所以当一个人 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的时候 他硬要讲 他一定会讲出事情出来 所以为什么 佛经经常叫我们不可说 佛陀有很多的经书 也有很多的 这个佛言佛语 就是为了教化众生啊 就是让我们懂得不得已而为之 你到了实在精神上控制不住的时候 你一定要理解它 就靠平时的学习 最后能够到你心中来感受它 来理解它 所以禅宗讲的是什么 不执着于文字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当一个人学佛学到后来 整天跟别人讲文字 那你已经执着在文字当中了 所以真正的学佛 那就是要用智慧的语言 来解脱自己的思维 所以佛家经典有一句话说 有的是可说不可做 有的可做却不可说 有的既不可说 有的不可做 这就是你的理解能力 所以当佛经学到深奥的时候 完全靠你自悟了 完全靠你自己内心 阿末罗斯的本性 来契合你的阿赖意识 能够合在一起 师父跟大家做个解释 有的事可说不可做 你们会说 有的事情可说不可做 什么事情可说不可做 举个简单例子 别人做错了事情 你呢要讲它吧 你不讲它又不行 但是你讲了它 你又不能去做 所以就产生了有一句话叫 我如果像你这样呢 我如果这样对你呢 所以有的是可说 但是你能这样去对它吗 你能这样去做吗 这就是经典 佛法的经典 那有的可做却不可说呢 师父再举个例子 什么事情可做却不可说呢 你去行佛 你去好好的做菩萨的事情 你每天做功德 你去做 但是你对那些无缘众生 你只要说了 比方说你吃全素了 你跟他一说 你引起他造口验 他就说了 哎哟 山珍海味都不是 你到人家来干什么呢 你连享受 你都不会啊 哎呀 什么酒肉传尝过了 他们都会造口验 然后慢慢的 你就帮他们背了 所以有的事情 你自己做 你就是行菩萨道 但是你不一定碰到 没有缘的人 一定要去跟他说 所以有的既不可说 又不可做 什么是既不可说 又不可做的呢 那就是你内心肮脏的思维呀 又不可以说出来 肮脏的思维 又不能做 你做了 你有因果 你不做 你就没因果 所以 佛经这种经典的东西 就贯穿在 我们学佛的 那种智慧上面 所以为什么学到后来 人的智慧会越来越开呢 所以为什么学到后来 人会不一样 就犹如我们心经里边 有一句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一样 般若般若密多心经 这是由唐代的 玄奘法师所翻译的 它其实是一种禅宗的 精髓的 它整个的经文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然后受想形式 一复如实 这几句话 就是告诉我们 佛家讲的色 就是你眼睛 所看见的一切 事物啊 人物啊 实际上 这句话 就是告诉我们 你要懂得色即是空啊 色即是空 就是万物本空的 禅学理念 你们想想看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到最后 从拥有到失去 不管它自然的失去 还是因为你离开了这个世界 所失去的 那一切 到最后都是空的呀 我们曾经拥有过 但是我们最后又失去 我们曾经拥有过很多房子 最后我们失去 我们人生拥有过很多 最后都失去 这个理念 就是让我们要开悟啊 所以菩萨叫我们懂得 色不以空 空不以色 就是让我们不要对万物啊 去执情啊 执着这个感情上面 执着这个 哎呀 这个房子 我可爱它了 我可喜欢了 这个人可爱它了 我放不下呀 就是佛经让我们不要去执着于这个情 因为这个情是空的了 色不以空 空不以色了 因为你只要以执着这些空性的东西 你接下来内心就不得自在了 而你内心不得自在 你就是在谈空了 论空了 却又恋空了 你明明知道这个人会离你而去 你还留恋他 你最后得到的是空 你明明知道这件事物 你住半年 很好的 哪怕住一个月的酒店 哎呀 真好 服务这方面很好 但是最后 你知道你会离开他的 就是你的身体 你知道你也就是 父母亲把这个身体借给你 也就是七十年八十年时间 你到最后你去执着于这个身体 天天去为这个身体花了四五个小时化妆啦 美容啦 搞这些东西 到了最后这个身体离开你 你心里很难过 所以这就是色即是空 因为你看到的东西就是空的 但是呢 你去练空 你觉得这个空的是有的 你怀念它 你执着于这个练空的情节当中 那你就不懂得什么叫空即是色 也就是说你因为练空了 这个空里边还有色 就是还有物体 还有你看得到的一切 所以你要看过它 你要照见五蕴皆空 你要看到它的本质 所以佛经心经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心里内心想自在 将完全不被这些空和色所牵挂 我们要想心中得到大自在 我们既要懂得什么叫空 又是在空当中要知道 怎么样能够利用这个人间的色 就是我们的像 来完成自己内心的空性 所以不要去练空 那么你的受想形式 全部都是你的感受 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 心经 受就是你的感受 想就是你的思维 行就是你内心的行为 形成的那种意识 也是这样的 一副如是就是都是这样的呀 到最后就是设计是空空 就是这样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今天想 哎呀 多好啊 一年之后我能拿个什么 一个好的房子了 公司给我了 或者怎么样 哎呀好开心啊 但是到了最后 这房子 也是交还给公司的 他给你住的 那是不是一副如是啊 那你当时的想象 感受 开心吗 我们澳大利亚 政府专门配给老人 很多的房子 就是说你可以住 你可以住一辈子 但是这个房子不是你的 等到你走了 政府就把这个房子收走 这个不就一副如是吗 你当时的感觉 我有房子了 我可以住一辈子了 但是最后这房子是你的吗 他提早就告诉你 一副如是啊 就是这样的 不是你的 最后也不是你的 你是拿不到的 所以在心经当中 认为恋曲 恋就是怀恋的 就是我恋着这个事情 来夺取它 叫恋曲 试试 实际上就是恋空了 我今天 哎呀留恋 这个地方真好 但是呢 恋到后来 一切都是空的 叫恋空 其实都是没有分别的 你说我们小时候 回忆我们小的时候 天真 无邪的 笑声 儿童般的快乐 无忧无虑的成长 没有压力的生活 哎呀 怀念了 我恋 儿童时代 我怀恋 我怀恋 儿童时代 实际上你怀恋的 就是恋空了 因为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你只取了它 你不放下它 你最后失去了它 那你色 即是空啊 所以你最后 心中就给你造成很多的烦恼 因为你得不到它 所以佛经上讲 一切能见 或者不能见到的事物现象 而这些现象 其实是我们人生 虚妄产生的幻觉 也就是说 你今天喜欢的东西 是你的幻觉 你今天所留恋的东西 也是你的幻觉 因为它是暂时的拥有 暂时的给你看到 暂时的让你听到 美妙的音乐 就像有一个人参加音乐会 他特别迷恋 这个音乐 或者歌星 听完了之后擅长了 一切都归空了 场地都空了 演员又空了 所有的粉丝全部走空了 你还留恋在那里 依依不舍地不希望离开 你最后就叫知空 叫恋空 所以心经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你所有的想象 所有的意识 到最后 一复如是呀 都是这样的呀 到最后全是空的呀 所以心经 就是这么精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